日文 字幕 班 彥文 詞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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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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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點有點難解耶 因為在時大司徒制 他是 但是他不是就是 官方說法是 我們以後就沒有TA這個東西 對 然後就是讓學生就有點難學習的課程 但現在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像我修很多課程 然後那個是一個大版 有人看國標舞 然後本來是一個大版 然後教授就那個知道 那個教授他需要有人幫他放音樂 然後把一些影片上傳到網站上面 但現在因為師傅這個關係 所以他完全沒有助理 就是沒有TA 對 所以他的教學品值其實就會下降 對啊 因為他的教授沒辦法自己做 然後再來就是師傅製他規定 本來教授要找個助理 應該是教授看你覺得 我們可能滿match 然後你也表示很好 我就讓你來當一個助理 讓你可以幫助這樣 但現在師傅製變成學生看那個教授 覺得很好 就我想要當他的助理 就主動全變在學生 然後教授問人家做工作 我問學校主辦 我問他說 如果教授要做工作的話 那如果去來勞動檢查 然後他身邊上班 他說 學校那時候真的就有權責 就是在教授這樣 他默默的設計 就是完全就是擺 推到教授隨便 對 就是我覺得 反而對老師是很大的想法 對學生也不是好事啊 就是說 明明需要有人來做一份工作 然後你要一直謊稱說 叫一些人來學習 然後又不能坐著太像在工作 然後 所以就會變成本來那些工作 全部都回歸到教授下面 對 就沒有辦法做 嗯 嗯 好 那要怎麼解決 他們抵制的原因 是不是主要就是 裁員的部分 裁員一個 還是他們很在意 師生關係 還是你就是會覺得 就算有錢我也不想這麼做 我覺得有幾種 有一種是 裁員這一個 第二種是說 這就分搞得懂狀況跟搞不懂狀況 搞 所以就是說 當然學生這樣一直講 什麼師生關係 講久了也有些人會相信 這就是我所謂搞不懂狀況 就是被騙了 但有一種我覺得人家惡劣 就是教育部這些人 其實他們都搞得懂狀況 他們 但我覺得他們有一點是 惡意要 抵制這件事情 因為教育部的官員 在兩年前我們推送這一次 他就跟我們放話說 你走著瞧 我們是 因為勞動部那時候就開發 然後他們就很生氣 他就說你走著瞧 我會讓你們 最好還是回到原點 就兩年前就這樣跟我們放話 所以 承辦人員還是那個主管 那種什麼 就是接近主管 施掌槍面的人 但你接著 那 他為什麼要這樣意氣用事呢 就是 有一些 沒有道理解釋 超怪的 也有一點鎮壓勞工運動的味道 對啊 就是他 總之 你看到他那種反對團協啦 反對教師主公會 其實也都是不一定是很理性的東西 就是講到底 那個也沒有 你說教 教師主公會已經那麼多年 台灣教育也沒有發生危機嗎 也沒有什麼 老師就 超級多錢都不上課 也沒這件事 因為他們現在還不能罷課 也跟著這個也有 還不能罷教 我認為就是可以罷教 短期他們也不敢做這種事 那個社會公司還沒到 勞動部態度到底是怎樣 勞動部態度本來是比較好一點的 真的很奇怪 對也是搖擺 有時候他們的老學 然後監察委員要去糾正他們 那個政大以前社會協會 陳孝鴻 就是我副部的所長 然後什麼 反正就是這種鋪天蓋地 不在談談他們 所以他們 我覺得態度是有點搖擺 你看到那個身心障礙者的那個 本來管制要是在市場在大學 他現在等於是幫他開個漏洞 說可以不用管制 所以我覺得他的態度是有點搖擺 但是也有很奇怪 有時候會寫出那個 前幾天那個新聞稿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就有人說 那個不像是勞動部官員寫出來的東西 就寫了一個態度比較激烈的 就是比較攻擊 說一定要納包 因為他們是勞工 就應該說話這樣 輪到不同人血吧 對輪到不同人血 他可能非常的支持 對 我想說裁員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認為不是 但是 這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客觀上不是 但如果他什麼都不做 他的確會成為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12億啊 就是說他如果要因應 增加1%的包教預算 對他來講是極端簡單的事情 但是如果他不因應 這個12億就會 還是要做嘛 那就會分配到各個大學裡面 那研究型大學 大概最大的利潤都會台大 搞不好真的會增加1億元的預算 雖然台大一年預算是100億 但是增加這個1億元 他也沒有多的錢生出來 就會對他是一個問題 當然那個問題也不會導致台大倒掉 因為台大很有錢 他校務基金也會有幾十億的 所以也不會這樣就出問題 但是 會是一點點的問題 所以他就會去想 他就會自自啦 然後他就會想這種方法 要漲學費啦 收什麼研究生學費啦 延避生學費啦 游泳 但他如果想要解決 是很少要解決的 這個應該是蠻可憐的 那學生的反應呢 就是學生助理實際的反應 因為他們要致付額嘛 那他原本可能就可以拿到4000 可能只拿到3000多 那這部分 然後但是他們之後 獲益會更多 對 但是我發現這件事 我知道可能不多 但是他們的接受度呢 因為之前 95以前有接過一個案子 就很久之前 就是他們幫就是要勞保 但是後來勞保 那些公主生 他們覺得 跟老闆拿原本的錢就回來 他們不要勞保 因為發現錢會被扣 但是就要一直灌輸他們說 你們退休之後 可是對年輕人來講 那很很遠 所以 那學生的反應是怎麼樣 學生的反應你們可能 如果 我覺得是 蠻兩極的 有一些人就 他們其實比較在乎 也不是扣的五百塊 比較在乎就是說 哇現在開學沒有助理了 就是工作機會怎麼被採用 都是你們這些老團派的 有這種說法 那種什麼靠北 台大靠北 政大 很常有這種事 但也有一時候 因為那個學校校長表現太差 就是像周刑依那種 跟他做免錢工 有時候會惹怒他們 所以 那真的太蠢了 對對對 不會運用力 但如果講到他 我會判斷他如果 我 我到一些地方去講這個 就是說 有機會這樣講一兩個小時 像我那時候去台北大學的學生會 他們就辦了一個那種 什麼 審議一同做法 就找台北大有一半的學生來 那弄了兩個小時後 大家都是全盤認為 學習型助理是不該存在 你要嘛你就做兩種 你要嘛就學習型學生 就是傳統講助學生 發了錢不要讓他做任何事 那你也不用保勞健房 你要嘛就是 要他做事就是勞健房 那這個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就是以前所謂的 打工跟拿獎助學金 本來就是兩件事情 就回歸場 然後打工要 然後保障再賣當勞也有 這次 那他現在去創設一種 拿錢要做事 但又沒有保障 大家就覺得 就反應上面 如果有機會好好談 我相信大家應該是會接 至少在我的經驗中 那你們開學之後有走入校園嗎 目前只有這個計畫 那個必須 會不會學校改出來 我們比較怕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會員也有反彈 老師也會反彈 會員也會反彈 因為高等教育團體會是 有老師有職員有學生 其實最多的是老少 那過去是抱著說 他們應該會支持我們的理念 那他們之前也 我們這個也搞很久 搞兩三年 他們應該過去是覺得 沒有搞到他們這樣子 但現在真的要實施制度 他們就會有一點焦慮 他們的焦慮是什麼 他們的經費也被砍嗎 就是我的錢有一個份要給你學校 這個錢 譬如說 有些學校就叫老師自己擁擠 例如說計畫 他就叫他用自己的業務推出 可是那是科技部不是有編說 你一定要撥嗎 科技部這個問題是這樣 因為他這個未來會補播是未來 但企劃現在執行的都是過去已經申請了 所以過去的錢是沒有 然後就保費 但現在又一定要保 所以就有的老師 雖然科技部現在承諾說 老師如果我需要花完 可以去讓科技部叫做 展延預算 追加預算 但老師們過去從來沒有人做這件事 所以 他們就會保你 那保也是透過學校去保 還是他自己 學校 學校 對對對 因為固主是學校 然後學校再從 經費裡面扣這樣 學校 對 可以這麼說 對對對 一路可以要上學校 那有發現理工科跟文科 的差別 就是 對 的確有 因為 理工科的問題 我覺得有兩個 一個是說 除了剛才講說 他的成文 邦老師做計畫很長 會成為他的論文的一部分 以至於他在形態上面 真的是一種類似混合型態 雖然站在我們的立場來看 混合型態呢 還是要 因為還是有工作 只是說那個工作 你可以多分享到一些成果 但不代表你就可以不用保障 因為實驗室反而危險更多 爆炸什麼 都還是有 所以他更應該要保障 第二點是說 他們的工時比我們好像還長 或者說他的工時比較具象 因為他們就在實驗室裡面做 我們是自己報著書回家看的 所以工時比較 比較被掩蓋 其實有時候回家看書 也是跟老師的計畫有關的 那 所以例如說 他們要適用勞動計算法 他們會很害怕 連我沒有個臨時 有一些老師會反應 說 他實驗室 他給縮事生一個月六千塊 他說你勞幾乏 實心教就很可 我這樣子不是只能叫他一個月做五十個小時 一個禮拜只能做十個小時出走 他說十個小時我只能叫他來一天半 但是做實驗就是要每天都做 他說不然做不出來 那我們就說 對 我們原本就說 你就不要叫他做的 我就叫他做一天半 他說不行 時間就叫我每天做 這反應的是說 他們過去可能要嘛 就是心智能壓太低了 因為其實你要找到一個人 幫你這樣做實驗 一直做一直做 本來你在外面的行情 就是三萬塊錢 才可能找得到的人 學生好用 對 學生好用 對 就是 那已經用得到習慣了 所以 他們的反彈會很強烈 所以我們暫時在這個階段 還沒有先處理 勞動情有大的問題 就我們先處理是要勞工保險 下一個階段再來做了解 那有進展 無論如何 目前似乎 大學對於那種系所工讀生 都把它成了是勞工行 教學助理好像一半一半 有的就是這種仕途子 有的還是勞工 像台大就全跟勞工行 研究助理還比較難 研究助理 雖然我們本來認為研究助理 很顯然在幫外面做計劃 但他們現在還是找一些路程 所以我們就會繼續雙頁檢舉